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阿Dee 剛剛打算拍好這段影片,就坐爛了我的箱子 今天就是介紹這個慶州豬 韓流有很多人吃過慶州豬的第一次,是不是? 你想不想慢一點,我會害怕 我們現在就去開箱了 這裡就有豬腩、梅頭、豬頸肉、豬上肉 好了,我希望它…你可不可以再快一點? 好了,拿好豬過來,有梅頭 又有豬上肉,還有豬頸肉 豬腩 好,我們現在就告訴大家 冰鮮豬,其實很多人都在吃大陸 現在有泰國,有英國 其實冰鮮豬和新鮮豬… 其實在外國來說,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很多地方都是在圖宰場做真兇 然後才拿到各大超市 或者是凍肉店賣 現在就馬上拆袋 全部切出來給大家看 嗚呼 好了,接著我們現在搬了些東西 不如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豬腩就會在這個位置 除了就這樣說是Berry之外 他們都會說是Bacon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整幅都是Bacon 好了,第二樣東西就會是豬頸肉 豬頸肉在這個公仔裡都看到了 在前面,其實這個真正名叫豬下青 就是在下面這個位置,豬下青 其實豬下青就是一隻豬裡面 只有很少 大概百多克 為什麼百多克? 因為豬這個位置切出來的肉 所以其實就不多 一人拆給大家看 接著還有一個,這個就叫豬上肉 豬上肉在哪裡呢? 我們平時吃豬扒 吉列豬扒 有一條鱗,像豬的西冷 豬肉眼一樣 其實就是在頂上 這個位置設定鱗 這個就是在鱗的前面 去到肩膀之前 中間,上面只有一塊仔 那一隻豬又有多少? 一隻豬就可能只有兩塊 每塊就80克 很矜貴的 也是這樣說的 另外,還有我們經常吃的 梅頭,梅頭,梅頭,梅頭 梅頭呢 其實是很大塊的 如果英文呢 他們會叫做Boston Butt Boston Butt是什麼呢? 就是整塊的 這塊呢 就是叫做Shoulder Butt 如果香港人買這些 一定會用來煎扒 做叉燒 然後燒肉就不用說了 對吧? 我們設計之前也說 其實我這次回興州 其實興州是一個農業 很發達的地方 但興州其實以前是最多黃室的人 在那裡住的 即是一些大黃 因為那裡很舒服 而且他們那裡很乾淨 而且因為太多黃室在那裡住 也有太多黃室在那裡走了之後 那些樓是不能起多於七層高的 可能八層都有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樓是這麼高的 但是那些黃嶺全部都在那裡 那些黃嶺一定要高於那些樓 那變成呢 變成這個情況下 那些黃嶺永遠都高 那些樓永遠都起不高 所以你一去到那裡是 綠油油的 OK? 好了,我們現在切肉 其實那塊豬腩吸血後 其實那塊豬腩吸血後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切的了 好了,那一塊豬腩 就吸血了 其實可能下面這裡有一點衣 你可以撕走它 豬腩我們分三個位置 中間不用說了 中間切開當然很漂亮 那頭這邊呢 我們就叫做五花腩 那到最後這邊呢 你會看到它其實是連著煤頭的位置 那這邊呢 我們就叫做三層肉 還有呢 我拆開了之後呢 我覺得這些顏色 肉色 全部東西呢 其實跟新鮮 你看到新鮮豬呢 是一模一樣的 可能他們處理的方式呢 是好 比較衛生 所以你看到是一流的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當我們吃 有這些呢 一條一條 我們叫做 臘骨位 旁邊呢 他們會留一塊白色的軟骨 有軟骨的豬腩 是特別好吃的 那麼 事不宜遲 我就現在切給大家看 來 這個呢 就是三層肉 三層肉呢 就是這裡 有肥膏 中間一層 然後這裡一層 那一般呢 我們用來 當然用來炆 冬波肉 冬波肉可不可以 冬波肉可以 叉燒 那叉燒當然不用說了 香港人那麼喜歡吃叉燒 你切到一塊這樣 然後用來 air fry也可以 就這樣用來燒也可以 你看 這樣脆薄薄 還有肥邊 你覺得好不好吃 我覺得很棒 這個呢 就用來做韓燒 當我們講完三層 當然要講完五層 這個呢 就是 五層肉 那五層肉 怎麼叫做五層呢 就是 是肥膏 肉 肥膏 肉 肥膏 不是喔 是肉 肥膏 肉 肥膏 對呀 我終於讀到了 我終於Rap不到 肥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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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最喜歡吃的五花腩 五花腩 五花腩就是 中間的淺色 肉 有油花 然後你會看到 中間的這些 也有些油花 好 肥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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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道 梅肉 好 第二道 其實我最喜歡吃的就是 前面上的肥膏 所以 我們會把另一塊肉 先在這個位置 切開 然後切片 用來做肥膏 最後這一塊 也都是我覺得 整塊梅桌裡面 帶得最爽 最好吃的一塊 就是豬下梅 好了 到豬頸肉 當你捲著它 這樣摺起來 你會覺得整件事很漂亮 好了 重點也是 我經常都覺得 最好吃的一塊豬上肉 你可以整塊煎 但我們今天都是切條 用來做燒烤 我們現在開始試吃 搞定 好了 好了 我已經慶著爐 準備吃燒肉 不過在這個時刻 多謝 生日月 粉絲送到很多生日禮物 唯一有一份生日禮物 現在用到的就是 這塊 這塊 砧板仔 我們用來吃的 我不會用來切東西 不用切 多謝 好 好了 我們現在先先燒豬腩 我後面還有很多同事 當然讓他們一起來享用 另外一塊 三層 由於厚的 要等的 我當然要試一下梅頭 一個上肉 一個下肉 我現在一邊燒一邊看到 一樣東西 就是燒出來的豬油 是很清的 看到豬腩的樣子都精神了 好了 大家看看 裡面的油 其實是很清 很棒的 好 我們可以來吧 試吃豬腩 哇 我經常都用的 一個 麻油鹽胡椒八搭 很清 真的燒到 燒到它很脆 你看 一塊金黃色 真的很香 它的肉質 是一流的 然後你咬到肥膏裡 你吃不到很油的一件事 你只吃到很清 很甜 然後油是水的 哇 不得了 然後 先試一下梅頭上面 旁邊的肉 我不會說話 很爽 很爽 很甜 很香 咬到那股肥膏的時候 那股油很清新 先試一下下肉 這個是最軟的一個部位 整個梅頭 是不能輸的 因為每一塊都很甜 很香 不會硬 豬腩已經很好吃了 我是 除了製粥豬之後 很久沒吃過一些 這麼棒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流 一流 你看每一塊 知道金黃色 你就知道 真的很好吃 好了 我就繼續 跟同事一起 吃完它 因為我還有一些 豬上肉 味道 吃完 然後還有一些 豬頸肉 味道 雖然烹調已經 變成白色 不過我不會理會 我會繼續燒 繼續吃 總括 因為試了 只要試了豬腩 和魚頭 是好吃的 其他位置 就不能輸 所以我這集 就到這裡 下次我會教大家 用多些韓豚 韓豚的意思是 濟州白豚 濟州黑豚 慶州豬 手耳 全部地方 盡可能回到多少 我都回來試一下 做一些中式料理 謝謝大家看這集 如果大家覺得這集好看 記得給個like 還沒訂閱 這裡是IG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 記得有空留言 和我吹多點水 聊多點東西 記住 有時候Youtube我沒有回覆 不要緊 你去Facebook照尿我 有時候我回不及Youtube 多謝大家 拜拜 其實我們試一下 這樣做Opening 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沒事的 大家好 一開始就大家好 阿Dee 然後我就一夜坐下去 其實我覺得應該沒有問題 我覺得 爆了是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